你说我妈怎么那么不通心打理啊 好不如以后同学出去玩吗 玩人家玩家怎么啦 为什么别人都可以住同学家 就我不可以啊 青春期的宝贝们 妈妈不是不通心打理 也不是不长道理 其实啊 她们是在保护里面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最近发生了一些 让人很痛心很痛心的事情 那吉林姐是女孩 我们的很多粉丝宝宝也都是女孩 所以啊 林妈今天想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青春期女孩必须要知道的 五条安全守则 一 在没有成人的陪同下 晚上尽量不要和同学朋友单独出去 不让自己自身任何有可能碰到危险的情况 就是最好的保护 二 外出的时候 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 也不能随便跟着别人进入密闭的空间 要记住 如果比你强大的人向你寻求帮助 一定是另有物理 三 如果你是个暴脾气的急性子 不要轻易和陌生人硬钢 因为你对他根本不了解 这个世界也远远比你想的要复杂得多 一旦离开过自己视线的时候啊 就不要再碰啊 如果你被威胁了 一定要跨过自己的心理障碍 尽早告诉爸爸妈妈或者老师 他们可能会难过 会生气 但是他们才是最能保护你的人 五 万一看到有危险的时候啊 第一时间应该想怎么逃 往人多的地方跑 一定要记住 生命高于一切 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们有帮助 大家还有什么小烦恼 也可以问铃猫